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一普通话频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6月4日的专访中含有的直接禁忌中国大陆。 拜登直接说,中国大陆现在已经陷入了经济崩溃边缘。 美国总统说的话绝对比很多所谓的香港分析人士有公信力。 也比香港的蓝莓有公信力。 别忘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意要飞到美国去见拜登。 就是说习近平也不敢否定拜登。 拜登说中国大陆的经济陷入了崩溃边缘。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客气的说法。 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经正在爆破。 但是中国大陆透过行政手段把消息封锁。 所以看起来爆破不算非常明显。 但是只要看看中国内地的各种情况。 例如内的居民反映的现实就知道。 在内地的城市。 其实现在的房价已经普遍下跌了超过60%以上。 就是说最少已经蒸发了六成。 当然还有个别的地方更为严重。 而香港也不见得很好。 香港跟最高峰的时候相比。 其实已经下跌了超过一半。 只有一部分的跌幅还没有这么大。 但是也已经在向这个方向进发。 拜登直接说出。 中国大陆今天的经济实力。 还有对全球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下跌。 他还批评了一带一路倡议。 说那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倡议。 拜登在访问中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前景非常不看好。 他说。 曾经每个人都在谈论中国有多强大。 中国有多了不起。 但是事实上。 中国大陆的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 为什么那些老外会觉得中国大陆越来越强大。 这真的是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外宣。 也要归功于团派。 团派就是一帮去海外喝过羊墨水。 然后回到中国大陆帮助中国共产党背书。 干坏事的一帮人。 所以很坦白地说。 团派被习近平消灭其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在团派的透过去喝羊墨水。 然后入侵全世界的策略下。 中国大陆入侵全球的力量非常强大。 也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团派已经永久被冰封。 所以中国大陆想再利用人才去学习西方。 然后用来反制西方。 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了。 所以中国大陆的那一套现在已经在全球失效。 拜登还非常有趣地说。 他们经济蓬勃。 得了吧。 他还说一带一路的倡议已经成为了一种滋扰。 而且又还直截了当地说。 中国有干扰美国大选。 但是我觉得很好奇。 因为无论中国大陆怎样去干预选举。 拜登和川普这两个总统候选人现在都是超级反中。 无论你怎么去干扰。 让其中一方获得好处。 也不会对中国大陆拥有任何好处。 看看现在的拜登就知道。 拜登的反中言论。 还有他一直以来的行径其实都不见得比川普要弱。 所以我认为这场戏会非常好看。 因为无论我支持不支持川普。 无论是拜登做也好。 是川普做也好。 对中国大陆来说都是死路一条。 问题只是他到底想怎样死法。 是由拜登来对付他还是由川普来对付他。 这两个总统候选人到底会开出怎么样的对付中国大陆政策的支票。 中国大陆的经济在之前的十多二十年间突然爆炸式的增长。 是因为中国大陆占据了一些主要产品的生产。 例如手机。 电视机。 太阳能电池板。 锂电池。 电动车。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掌握了这些整个世界都非常需要的产品。 所以才使得中国大陆经常挂在嘴边的所谓经济奇迹得已存在。 而这个所谓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 欧洲和日本的公司在中国大陆推动。 这些国家把自己的技术全部都交给了中国大陆。 而中国大陆就把这些技术全部复制。 然后为己所用。 而在同一时间。 中国大陆的低成本生产摧毁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制造业。 因为西方的制造业没有办法在保护一般员工的情况下跟中国大陆的血汗工厂竞争。 而且西方世界任由这件事在继续不断发生。 甚至期望中国大陆赚到钱。 然后就会变得更加的民主自由。 但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个想法已经彻底爆破了。 再加上2019年爆发了时代革命。 中国大陆原本给人的幻想更是彻底爆破。 于是中国大陆为了弥补它经济动力的损失。 就必须不断大规模地举债。 所以中国大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 它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世界给它放水。 如果用打麻将的术语来讲就是松张。 三加一起给你点炮。 所以中国大陆才可以不断胡牌。 但是现在所有的人都不会再对中国大陆做这样的事。 现在再加上两个美国总统候选人都在对中国大陆连番竞技。 任凭你中国大陆的渗透在厉害。 任凭你再加大力度去干扰美国总统大选。 看看你如何可以在两个人之间选一个是对中国大陆有利的。 反正我是看不到中国大陆有哪条生路。 所以在今年应该会非常精彩。 由于受到了油管的极限打压。 所以我们会尽量避免讲美国总统选举的话题。 尤其是关于川普。 每次一说到川普全部都是黄标。 所以油管是什么立场。 大家应该心里有数。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差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有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保障你的数据安全。 感谢您的观看。